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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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卿文吉醫師 我今天要來 掌解 抱牙合併下惡後塑的臉型 他的學名呢 叫做Skeletal Class 2 Maltre Folution 我們理想中的咬合呢 我們是喜歡是Class 1 那下惡後塑的話呢 我們在醫療上定義為 下惡後塑是Class 2 在畫面的左邊的話 它是一個很典型的 抱牙合併下惡後塑的臉型 這個患者呢 做了一個單純的矯正之後 發現原來 問題是出現在骨骼 所以說還是來求診 尋求骨骼上面的一個協助 那畫面的右邊呢 是正常的臉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白色的這個 輪廓線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Class 1 那麼也是一個很很很很 很標準的一個臉型 那麼我們看了Class 2的Maltre Folution的臉型呢 可以看一下 他的上唇呢通常都比較爆出來 我們稱呼鼻唇角會比較尖銳 那麼通常合併呢 嘴巴呢會閉合不良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下嘴唇呢 跟下嘴唇之間會分得非常的開 好 那 那當然下巴的地方是非常的 厚縮的 那我們試著把 它的軟組織呢把它給 消失掉我們只看硬組織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種下到後縮的臉型呢 在骨骼上面 我們單純來看骨骼有什麼樣的異常 那當然這兩個骨骼呢 是完全擺在眼睛直視前方的一個標準 來看這個骨骼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咬合平面 下到後縮的臉型呢 這個咬合平面呢通常是非常的傾斜 那但是一般的臉型的話 它也是會微微的傾斜 微微的傾斜會有一個很棒的一個 微笑曲線 那但是呢 抱牙的臉型跟下到後縮的臉型 它的咬合平面的太過於傾斜 所以說呢 它 把下額骨 的這個角度呢把它轉得太後面 所以說 下巴 它 它是被下額骨給承載著 所以下巴它是一個很被動式的 很被動式的被轉到後面的位置 那很多這種臉型的人呢 他們都認為自己是下巴後縮 那 我常常跟他們講說 你不是下巴後縮 你是下額過度旋轉到後面 然後你的下巴是一個很無辜的受害者 我們常常在門診上面看到這種臉型的人 常常去見了很大的一塊 很大的一塊下巴 但是真正問題呢是來自於 因為 它的骨骼呢 過度旋轉 我們真正應該做的事情是把 下額骨 過度旋轉的下額骨呢 把它轉成 正常的下額骨 那麼它的下巴呢 就會很正常的 突出去了 那這是在一個美容跟解剖上面的一些考量